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后一段 纪宋第四首看戏 夜夜城内微沉重 息共围绕人中主 处固一切变世间 一不破亦相杂乱 这首记是重颂长行第四句 夜夜世界海中 一切如来到场众会无差别 长行跟纪宋和起来看 意思就很圆满了 长行里头 没有明显给我们说 微沉里面的插图 但是纪宋里面说得很清楚 夜夜沉重 沉内 世界海微沉塑点重 那微沉里面的东西多得很 却不是单纯的啊 微沉不但地面上有 我们身体上有 衣服上有 都沾染着灰尘的 灰尘的 空中漂浮着有 最明显的 我们看到太阳光 白天从窗户里面 照到这个房间里面 你看在阳光当中的 那些灰尘 那个灰尘 比微沉大得多了 为什么呢 微沉我们肉眼看不见 那个我们肉眼能看见 可见的那一灰尘 是多少个微沉 聚集在一处 我们就照佛 在经上一般的讲法 我们肉眼能够看得见 那个微沉之小 像牛毛 佛的比喻叫牛毛尘 牛的毛很粗啊 尖端上 那一粒一粒尘 我们肉眼能看得见 更细的呢 就是这一粒微沉 把它分成七分 七分之一了 叫羊毛尘 羊毛比牛毛细了 羊毛那个尖端上 它可以停在那里 不会掉下来 羊毛尘还能分析 再分析七分 七分之一叫 兔毛尘 眼睛很好的人 能够看得见 兔毛尘 兔毛就更细了 在兔毛的尖端上 不会掉下来 羊毛 在兔毛尘里面 走来走去 没障碍 水尘还能分 分成七分之一 叫金尘 金属 金属 我们看密度很大了 其实 在高度显微镜之下 我们看到 它有空隙 这一粒微沉 在它空隙走来走去 没障碍 趁着微镜 金属 金属在分 七分 七分之一 才叫微镜 阿罗汉天眼能看到 所以我们肉眼 能够看到 那个阳光当中的 那些空中 漂浮着那个城 我看 比牛毛尘还要大 你就知道 那是多少微尘 狙击在一起 我们在这个经常讲 夜夜尘中 那是夜夜微尘 那还不是我们 讲的这个微尘 我讲的是什么呢 前面跟主人说过 这个微尘 再分成七分 叫色举极微 色举极微 再分成七分 叫极微之微 我肯定 这个经常讲的微尘 是极微之微 这个极微之微 这一列微尘里面 有一切祝福 那经常讲的是 夜夜世界海 微尘速的世界 都在这里面 我们哪里会晓得了 这个话要是 不是在 多华言的话 什么人给我们讲 我们都是 你胡说八道 哪里会有这种事情 这华言经上说的 这是佛的真实教会 佛把他的限量境界 这不是随顺众生说的 完全随顺他自己 清正的境界 来给我们说明 宇宙人生的真相 不可思议 这每一列微尘里面 都有微尘速的真相 怎么可以 轻视这一列微尘呢 懂得这个道理了 怎么可以轻视 一个矛端 一个毛孔 我们从这些地方 才真正体会到 普贤菩萨的 离尽祝福 那个境界不可思议 离尽祝福 达到了 夜夜 微尘里面的 微尘重 我们不学华音 念这个十大愿望 天天念 对于 每一遇 他里面 含舍的境界 我们确实是 茫然无知 没有法子 理解 那么这么多的大众 那 每一列微尘里的这么多大众 西共围绕 人中主 这个人中主 不是人中王 教化主 教化主 老师 我们今天称 释迦牟尼佛为本司 本司 也称为教主 所以这个主 所以这个主是教主 人中的教主 这个天主教里面称为主教 这是对佛说的 那么这个中 我们通常称为 海会大中 都是佛的学生 跟随佛 学习的 佛来教导 这么多人 除过一切 变世界 除是出现 故是超过 超过一切 变世界 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大众 众生 太多太多了 无量无边 无境无数 所以 在整个大世界里头 我们逐渐逐渐 体会到了 佛法里面常讲 佛比众生多 我们相信了 真的些 比众生多 觉悟的人 比迷惑的人 多 我们不能看 我们这个地球 我们这个地球上 觉悟的人少 迷惑的人多 我们再看看 他方 这个世界 整个大世界 一观察的时候 我们才晓得 觉悟的人多 迷惑的人少 所以这个世界能成立 世界不坏 如果这个大世界 也像我们地球上一样 觉悟的人少 这个迷惑的人多 这个世界就要毁灭 世界就不能存在了 就好像我们一个身体 人很健康 不过这个地方 有一点小小的毛病 手背上的时候 有一点小毛病 这一块 麻木了 不灵活了 这个麻木 这就是我们 搜婆世界 这一块 与全身来讲的时候 这小事情 少数 不该死 所以不该死 主佛菩萨 一定要帮助他 恢复正常 发而如实 所以 祝福如来 法身菩萨 到这个地区来 帮助这些迷惑众生 恢复觉悟 恢复正常 所以佛菩萨的人数 比众生多 道理 在此地 多华眼才知道 祝福菩萨 病世界 真的 不是假的 那么会不会造成 人口的压力呢 不会 一丝毫都不会 像我们现在 这个地球上 地球小 人口多了 造成人口压力 搞得大家都非常紧张 诸佛菩萨 变满世间 一丝毫压力 都没有 也不会 杂乱 非常有秩序 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 我们知道 西方极乐世界 化藏世界 这个大世界里面的众生 超过我们苏婆 不晓得多少倍啊 人家没有感觉到压力啊 没有觉得 没有觉得人口膨胀啊 人口太多 没有啊 什么原因 这 这值得我们深思 这值得我们深思 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冷静 去观察 关键在哪里呢 用我们的话来讲 关键在道德教育 这个世界上不怕人口多啊 要什么人多呢 道德人多 道德的人 有智慧 有负担了 我们今天 担心的是什么 人多了 我们地球面积太小了 这个生产粮食不够吃了 房子不够住了 生活越来越艰难了 我们担心的是这些嘛 如果有道德的人 有大福报的人 那有多越好啊 在香港 诸位同学都知道啊 香港 第一个 富贵的人 李嘉诚先生 我跟他接过两十年了 如果我们 全香港 每一个人 都有李嘉诚先生 那么大的福报 那怎么不好呢 求之不得了 越多越好啊 整个世界 所有众生 都像 李嘉诚先生 那么大的福报 那有声不好呢 福报大了 事出事经 明里的人 都说过 静随心转啊 你看看 你看看 封谁 看一项算命的 富人 住富地 富地 富人居 富将啊 一报随着 镇报转啊 大福的人多了 这个 这个土地 面积会大了 怎么大了 佛经参加的 海洋会缩小 土地面积会越来越大 土地越来越肥沃 沃产越来越丰富 活必要 搞什么 限制人口政策 不需要啊 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 有智慧 有福德了 这个才是真正解决问题啊 到下一篇经里面 我们就讲到了 佛在米勒夏神经都说过 米勒佛将来 视线到这个世界来做佛 那个时候的人 佛报很大 这个世界人口很多啊 海水 这个水位 会下降 落地就变多了 众生没有佛报的时候 那就很可怜了 海水上升 落地变小了 现在人 只会享福 不会造福 这个很麻烦啊 你过去身中 修的那边佛报 你会享尽啊 你把佛报享尽了 你怎么办 你没有福了 这个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情啊 人不懂得修福 这不得了啊 不懂得积德 修福吉德 这是事实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你一定要 相信 佛给我们讲的 我们生活环境 随着我们心念 在转变 幸好 环境就变好了 这一点 我们可以通过 失业 得到证明 我们知道 整个宇宙 所有的星球 都是有机体 都是有生命的 真的讲吗 夜夜沉重 有无量无边的诸佛如来 由无量无边 微尘速的众生 每一列微尘都如实啊 它怎么会没有感应呢 泥土 沙石 花草树木 都是微尘聚集形成的 佛不说 我们想不到 真的 做梦也梦不到 但是要是细心的人 冷静的人 做梦是怎么会死去 梦从哪里来的 这梦里就告诉我们 我们什么 给我们一些什么启示 如果从这里细心 威胁去观察 你也能悟出很多道理 那些道理 在华严经上 可以得到证明 像微尘里面 有世界 这个世界 跟我们定中境界 跟我们梦中境界 有没有相同的地方 在这里 在这里可以 误出一个道理 证明 佛在经上讲的 是可以相信的 可以接受的 欢迎 我们在静坐 想象当中的境界 那么这个 实在讲 可能比微诚还要细 他先进去 微诚里头 怎么不能先进去 总而言之 是我们自己 不够细心 粗心大意 那么外国 许多医生 遇到些 没有方法治疗的 这个病患 不知道他的病源 从哪来 于是有一些 聪明的医生 把这个病人 用深度的催眠 让他说出 他得病的因素 在深度催眠 有的人回到过去世 过去一世 过去两世 过去三世 有一位 我曾经听说 回忆到过去八十几世 那回忆到八十几世的时候 那是多少年呢 差不多四五千年之前 中国的孔子老子 释迦牟尼佛都还没出世 说出的深深事实的遭遇 从这个里面 才发现到 他现前的 这个症状 不是偶然的 不是这一生的 证明啊 人有轮回 证明的时候 人会受 前一世 影响 如果前一世 那个刺激很大 那就影响会很深 在深度催眠的时候 这些医生 常常发现 有神灵 借着这个催眠的人的时候 来教训世界人 那些这个言语 所说的道理 是高等的智慧 绝不是这个受催眠的 这个病人呢 他的程度 他的知识学问 能够达得到的 他们都把这些神圣 这个教会记录下来 真有啊 不是假的 不是一个人发现的 许许多多人都在做 那么这些神灵 实在讲呢 就是科学家所说的 不同维持空间的 他们的这个 空间维持 比我们高 他们对于我们这个 世间人的作为 造作的业因 这个现前将来 要承受的果报 往往 给我们预警 给我们警告 教导我们 应当怎样改善 怎样回避 很值得 很值得参考啊 从这些地方 我们也发现 高维持空间 这些神灵 对我们了解 很清楚 他也常常 关怀我们 照顾我们 在冥冥当中 帮助我们 那么既然 通过 这个深度催眠 神灵可以借着 他的这个 身体 讲出 许多道理出来 使我们 也能够明了 浮轮 浮肌 又何尝不识 这个高维持空间的 这些神灵 借着这个媒体 来传递讯息 这不是迷信 但是这个里面 我们必须要 用智慧去简别 不要被人欺骗 不要被人愚弄 一定要了解 他的真实性 这个事件 现在这个事件 仿冒的太多了 不诚实 欺骗人 欺骗人 欺骗人的 人太多 欺骗人的 事太多 假借 神灵 来欺骗众生 这个事情 肯定是有啊 所以我们相信 神灵 要是遇到这些媒体 他会 这个利用这些媒体 传递讯息 传递讯息 给我们 这个事情 非常可能 但是要想着 也有一些人 假借这个 来欺骗众生 这个也大有人在 所以现在我们 遇到的麻烦 是真假 很难分 很难分的时候 怎么办呢 佛教导我们 圣人教导我们 一发不宜人 这个话好啊 一发是 一经论啊 那别人听的 合理的 我们可以参考 不合理的 我们完全不接受 所以 遇到这些事情 要用智慧去观察 去鉴别 不要被人欺骗 是 离 肯定是有啊 我们再看 下面一首 夜夜沉重 无量光 普遍受放 祝福 祝国都 细心 祝福 菩提行 一切 岔海 无差别 这一首 是送前面 光明 光明 变照 这个合同 我们要学习的 就是第三句 西线 祝福 菩提行 经文 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的 夜夜沉重 无量光 这个祭字 每一句 他都是 给我们讲 夜夜沉重 的 世界海 微沉塑 世界 说出 世界 是重点 是无尽 正是现在 科学家所讲的 多维持的空间 多到什么程度 在理论上讲 是无量的 无限的 但是在思想讲 现在科学家 能够证实的 我听说 有十一种 不同维持的空间 科学家已经证实的 理论上讲 什么有限制的 无限的 华阴经上讲的 是无限的 我们特别要留意 这一点 然后才知道 空间这大了 绝对不是 我们想象的 不是现在 天文学家所观察的 那个 太小太小了 沉中 无量 无边的 插海啊 第二首讲 夜夜沉内 难思佛 不可思议的 诸佛如来 这些诸佛如来 方光啊 无量光啊 普遍受放诸葛都 一切诸佛插土 一切诸佛的光明 没有不变诸佛 佛光里面 诸佛 一切诸佛 这些诸佛 这个诸佛 这个行 应当念 去神 念狠 当动词讲 不变诸佛 拒而不明 佛光 黎明显示 诸佛如来 法神菩萨 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羞耻 他们的事业 他们对于一切众生的教诲 帮助 这叫菩提恨 一切诸佛 无差别 离山江没有差别 四山江有差别 从一切诸佛 心上属 愿上属 能力上属 都没有差别 差别在呢 语言不一样 诸佛 菩萨 跟一切众生 语言不相同 那就有差别了 在众生这方面呢 心情不相同 所以就有差别了 我们平常讲 业障 烦恼 习气 不相同 所以就差别就大了 虽然 有这么多差别 佛 菩萨 那个教化 是没有差别的 但是教化的方式 就有差别了 这个经常讲的了 应于什么身得度 他就献什么身 献身就有差别了 应该用什么方法 来教化 他就用什么方法教化 所以佛 没有定法 可说 这就有差别了 但是献身 说法 整体的来说 没差别 祝福菩萨 无处不献身 祝福菩萨 无时不说法了 说法 不一定用言语 有的时候 用形象 形象的表法 让你看到这个形象 全无 形无过来 比如我们前面 讲的 一夜沉中 住树 让我们看到 大树 那个树长 他说法了 我们懂得的 他对我说法 他对我说什么 人生在世间 要有所见书 或是立功 或是立德 或是立严 如果这一生当中 没有建书 你这一生 空过了 得过了 标法了 你要懂这个道理 了解这个事实 你才晓得 静虚空变发剂 都是诸佛如来 在实现 实现给我看的 帮助我救 帮助我回头 帮助我破迷开悟 帮助我超凡如神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这经上讲 发而若是 自信 信德的流露 他就是这样的 这个里头 没有理由的 没有原因的 所以它是真的 有理由 有原因的 不是真的 那么我们今天 要很具体的来讲 什么叫菩提心 菩提 我们一般的讲法 就 聚而不明 正而不喜 静而不然 就叫做菩提心 决正进 什么行为 叫决正进 随身信德 回归自然 这是信德 信德里头 最明显的 是什么呢 佛家将的慈悲 所以佛法标榜的是 慈悲为本 方便为民 为门 慈悲是爱心 无条件的爱心 我们从这个世界 一起 人似屋里头 你去观察 父母 对儿女 那个爱是真的 没有条件的 你再仔细看 动物 你家里可以养的家畜 你养的小猫 小狗 它生的 这个 小的 这个猫狗 猫生 小猫 你看他 对他的照顾 你对看他 对他的爱护 你就能够看到 这叫天性 谁叫他的 你在看小鸟 那个鸟 生下蛋 在扶小鸟的时候 母的鸟在复旦 公的鸟在外面 保护 我们人走进去一步 他就来 把你赶走 保护他的下一代 你从这个地方 能看到爱心 这个不是学来的 那我们的爱心 跑哪里去了 小的时候 你看看小朋友 你现在仔细观察 两三岁的小朋友 他有爱心 他那个爱心是真的 他爱他的父母 爱他的兄弟 爱他的朋友 爱一些小动物 爱一些花草树木 那是真心流露啊 非常可惜 慢慢长大了 真心就没有了 被这些社会 一些习气污染了 渐渐地迷失了本性 爱心没有了 变成什么 变成厉害 你对我有没有好处 对我有好处 这是朋友 对我们有好处 是敌人 慈悲平等 背后了 真诚亲近 舍掉了 于是 造作 一切 我也 齐心动念 因于造作 无不是 罪业 这不是本性 这习性 这个是迷惑颠倒 可惜 没有人教导 他 你看他本性 你要看他小 现在的人 非常非常可怜 我这个年龄 生长在农村 我们这种天真 天然的 天性 能够保持到 十一二岁 没有被污染 都是里面生的 儿童呢 那就不行了 大概六七岁 就被污染了 他能够保持 大概保持到五六岁 都是 为什么呢 他看了多 农村里面 你看不到 你说看到 大自然的环境 所以能保持到 十一二岁 我自己的经验 现在不行了 现在大概的时候 恐怕顶多 只能保持到三岁 三岁以上 就有严重污染 天真死掉了 为什么呢 他从出生 眼睛一张开 他看到电视 电视 污染了他 电视内容是什么 啥到盈望 我在澳洲 有个同学告诉我 他的小孩七岁 有一天跟他讲 爸爸 你死了以后 你所有的财产 都是我的 他听了下代了 怎么会说出这个话来 天天看电视 电视里叫他 这样的了吗 现在 年轻人 满脑袋的 财富 想尽方法了 去赚钱 夫妻两个都去工作 都去赚钱 小孩没人叫 交给佣人 佣人交代 佣人把他交代 电视把他交代 所以 父母的事业 再成功 下一代没有了 你仔细去想想 得不偿失 你所得的是很有限 你舍掉的 没有方法弥补 为什么呢 你这一代舍掉了 代一代都没有 说实在话 连畜生都不如 畜生知道 传宗结代 他为什么 爱护他的子女 保护他的子女 他在传宗结代 而我们人 忽略了 从前的人知道 从前古圣先贤的教诲 男 逐外 女 逐内 这个侄子 分得很清楚 生下的儿女 父母同样 都有责任教导 家教 父母在家里头 要给子女做榜样 做示范 他天天看到你这个样子 他学你 现在父母不叫儿女 不管家庭 拼命去赚钱 我们在旁边 冷言观察 好像这个人疯狂了 他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的 他不知道 就在赚钱的 钱赚 赚多了 赚多了 金棺材了 一分也带不去 古人有一句话说 为谁辛苦 为谁忙 他不知道 一生盲目 一天忙到晚 不知道忙些什么 这种人生 可怜 佛经上常讲 可怜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 谢谢祝福菩提心 整个虚空法界 你看这大自然现象 他所实现的 祝福的菩提心 我们要回看 看来会觉悟 所以回归大自然 这个是真正的人生 真正的佛报 真实的智慧 回归道德 道就是自然 大自然 他运行的原理原则 在称之为道 自然绝不 所显示的原理原则 叫德了 遵守自然的规则 效法自然 道德之人 这是菩提恨的 是祝福如来 法身菩萨 所实现的 一切差海 无差别 今天时间到了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